蔡英文 蔡英文 爱国人 昨天我们的节目讲到中国小粉红在美国洛杉矶遭到中国自己人暖心的痛扁教育 这个画面相当的暖心 那今天这个暖心的一幕啊又再次上演了 蔡英文总统今天突破历史性的恢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那现场也是聚集了非常多的中国的抗议人士 那这些人呢我们都知道是走路供一天四百美金 却被中国人出拳出教踹倒在地 挺台迷运人士突袭中国抗议阵营 趁乱拔走两面五星旗 卖赛会场外中国的抗议人士跟挺台的人士是隔着马路开杠 证报警察严正以待 因为早就传出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副领事 亲自策划这场抗议行动 不但重金包飞机 拉着一个中国的布条在雷根图书馆上空盘旋 还以一人四百美金的代价 宣称要动员千人 实际到场的却只有百人 这个暖心的一幕呢我们就放到影片的后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人对此的一些评论 有中国的网友就表示啊 这么多中国人在场直接干死台独啊 中国饭是白吃的啊 看了我都着急 那这些留言呢看过我昨天的节目 大家应该知道都是比较类似的 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还有其他我也表示 很明显中国人最多大部分是支持中国的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干不过几个反贼和台独呢 国旗都被他们抢走了 真是丢人丢到美利坚 别回来了别说你是中国人啊 昨天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详细的说了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内斗 只要你在国际上丢脸了 那些在中国国内的网友啊 就直接跟你割洗就开始骂你 像以前中国的运动员没有拿到金牌 就被中国人痛骂啊 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 居然拿不到金牌 那还有其他文友表示 如果是我在场应该不会有这个局面了 我会好好教育台湾人做中国人 不能怪这些爱国华人没能力 因为他们手里都有举国旗 国旗不能倒下 所以动作不方便 这是能理解的 希望国内同胞不要继续批评了 蔡英文总统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呢 也进行了一些演讲了 全程是用英文的 然后呢 就这个画面呢 被搬到了中国的抖音 微博等等中国的社群平台上 被嘲笑的啊 说这个蔡英文不会讲英文的 反正嘲笑的非常难听啊 我们就看一些中国网友怎么评论这个画面 有中国网友表示啊 服了 蔡英文真的是天秀 这么尴尬的英文说出口 估计在场的美国人都听不懂吧 尴尬 我真的不知道谁尴尬 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 习主席 习大大 他的英文只会say hello 仅此而已 甚至啊 他连中文都讲不好 你有什么资格去说蔡英文总统讲英文 到了习大大讲英文的时候 只会say hello 你们敢放屁吗 你们只会说 哇 这个hello讲的太有底气了 讲的太有分量了 动听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感觉世界有希望了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逻辑 对 非常的双标 连习大大 连中文都讲不好 我们过去看过很多这种类似的画面 在一些重大的场合 他连中文的发音都讲错了 那有些字呢 他甚至都看不懂 念错了 像些成语啊 他全部念错了 他作为一个中国人都讲不好中文 你们没有屁放 追着一个蔡英文 拿着放大镜 去检视他的英文口音 有必要吗 你们那么喜欢蔡英文啊 天天去追着他 要不你们就直接在中国成立一个蔡英文粉丝后援会 天天去拿着放大镜去追踪他的行程得乐 啊 蔡英文会见麦卡锡 让中国官方相当的不爽 那中国的国防部 中国的副外交部发言人 对中国的所有的部门都站出来喊话 啊 我觉得还是那种恐吓的意味了 他们说的那些真的要去做的话 我觉得是概率是非常低的 中国的好兄弟 俄罗斯民间就有一个谚语叫做中国最后的警告 也就是说啊 中国每次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或者是最后的警告 往往这些警告呢 都是一些口头口号而已 不了了之 甚至一个最后的警告 说完了之后 过不了多久 又跑出来一个最后的警告 那也就像我们网友之前经常嘲讽中国说 中国的红线 我们踩了一条 那中国又擦掉了 又重新画一条 本台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就蔡英文过境篡美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 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 执意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篡美 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 众议长麦卡锡同蔡高调会见 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针对美台沟连的严重错误行径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制造台海紧张因素 停止以台制华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那像是中国的外交部 包括国防部等等的部门 出来发言之后 喊了这些非常吓人的话之后 中国人的澎湃的热血又被激扬起来 很多中国网友就在下面留言说 看到大家都在刷统一祖国 刻不容缓的留言真的太感动了 中国人真的好团结 台湾这是作死啊 加快祖国统一进程 谢谢蔡省长的努力 国防部都在喊话备战了 好戏要来了 你们这个好戏要来了 是从多少年前就开始讲好戏要来了 就像你们的人民解放军一样 讲备战讲了多少年 往往都是嘴上备战 打嘴炮 没有石炮 还有像这位网友说 中国人啊 好团结都在刷统一祖国刻不容缓的留言 真的是太感动了 好团结 真的那么团结的话 我建议你去把我之前的影片看一看 你看那些小粉红啊 那些中国人在海外 被中国人自己人打 待会你就看我影片后面的画面 本台消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蔡英文过境篡美 我们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 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敦促美方 停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网友表示 台湾好日子要到头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这句话也就间接表明了 台湾人过的是好日子 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所以你说台湾好日子要到头了 要跟你们一样过苦日子 所以才叫台湾好日子要到头了 哈哈哈哈 那还有一些中国的官方媒体 在抖音上次微博上大肆渲染 说蔡英文去美国 这个举动啊 是非常的尴尬的 因为说他去了就回不来了 中国的解放军已经备战了 说他不能降落台湾 你说这个局面干不尴尬 你说蔡英文去了 多丢台湾人的脸啊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中国的一些媒体的相关画面 蔡英文这一次 如果说他见了麦卡锡 他飞机要怎么回来 回来会遇到什么 解放军在反应的时候 如果不让你落地 那就尴尬了 我说尴尬不止尴尬 而是一场超级大风暴 谁要来保保驾护航 美国的战机要升空吗 日本的战机要升空吗 琉球琉球群岛 冲城群岛的美军基地呢 要戒备吗 航母呢 美国的航母呢 要来保保驾护航吗 不会吧 在这些相关影片新闻下面的留言呢 就有中国人表示 哈哈哈哈 去了却回不来 太尴尬了 原来蔡英文买的是一张单程票 怕死就一直躲在美国吧 否则回国等待的是解放军出击 就像发言人说的那样 中国解放军 不让他降落台湾的话 他怎么回来 他飞机怎么降落 台湾总统说去美国 他也就去了 你们当初说阻止 也没有阻止得了 他都去了美国 还不能回来台湾吗 你们当时说 美国前中医院议长 陪洛西来台湾 你们也要出击 还是嘲笑 陪洛西怎么降落台湾 我们不允许他们怎么降落 最后不也是很尴尬吗 所以很多网友 就是被洗脑的 他分不清是非 他不知道这个实际的现况 台湾就不属于中国的管辖 台湾总统去美国 你管不着 他回来 你当然自然也管不到 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清楚 你们在这边嘲笑 蔡英文什么 什么嘲笑 他去了美国 这回不来 就是这些中国的媒体 自欺欺人 全部都是接受中国的洗脑教育 对于外界的实际状况 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才会相信 蔡英文去了回不来了 好尴尬 好打脸 还有网友表示 哇操 他们真的见面了 这个无耻的老太婆 把两岸中国人的命运 出卖给美国 简直是老巫婆 看得我心里堵得慌 真他妈气不大一处来 一天心情都他妈不好受 国家出手打击啊 该打的时候不打 到底什么时候打 这种卖国贼 直接干他就完了 我就看到这些小朋友 每天这种生气的画面 是相当的暖心的 我现在讲话的这个语调 都变得不一样 真的 就在我整理这些素材的时候 整理这些中国的资料的时候 内心都是非常的暖心啊 就是每天这个地方啊 心哦 就是暖暖的 感谢祖国 感谢党 每天给我们送料料 所以一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每天要准时收看 陈老师的暖心节目啊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 每天都会奉献一些 暖心的素材 那还有其他文要表示 不是吧 看微博新闻上 之前说他 应该是不会会见麦卡锡了 没想到这臭女人 还是见了 希望国家尽快打击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现在看来是到了最佳时机 我们国防部都出来说话了 看来真的要收拾他了 不久 我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吧 我们今天要去台湾的国家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可以啊 可以 我们今天来的 这个要去台湾的国家 台湾的国家 台湾的国家 好 你好 嗨 我是飞丽 飞儿 我们来 吃菜 菜总统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 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过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